好一开始来关注就是呢 国家级警报终于大做了 好在今天的凌晨2点21分 东部海域发生了瑞士规模6.1的地震 那么镇央呢是在花莲县埔北北东方23公里处 好就是在花莲近海 深度呢是有24.9公里 最大震度在宜兰花莲 好新北新竹的竹东 台中临山还有南投荷欢山是四级 那么台北桃园还有新竹市 苗栗彰化云林是三级 基隆嘉义还有台南两级 还有这个高雄屏东跟台东是一级 那么呢这个瑞士规模6.1的地震呢 也是从0403 7.2的这个强震以来 第五起瑞士规模超过6的地震 好我们继续看到呢 今天凌晨发生了瑞士规模6.1的地震 那当然好包括呢在花莲 宜兰新北的震度都有四级 宜兰这一间掉虾场的电视器画面曝光 可以看到呢这个地震一开始 池水只有轻微的晃动 但是地震越来越晃 水池就震出了水花 那看到池里头也出现了 有四道小型的波浪 大部分的民众呢 看起来都还蛮冷静的 继续坐在位置上面 那往往就说 哇你看这些人都不会怕 是不是都很习惯这个地震了呢 大家都老神在在 没有人爬起来好继续在这个 坐在池边呢继续来吊虾 好我们继续看到呢 是这个地震发生的当下 当然全台都有感好 宜兰有一位民众在受访的时候 他表示地震呈现的是上下摇的一个状态 而受访当下又发生了地震 而且这次收到了国家级警报 那时候你感觉有很大吗 很大啊先上下啊 然后才有警报灯 啊 对 有没有吓到 在四楼 你在四楼哦 有没有冲出来 没有我冲进去抱孩子啊 对啦 就睡不着了 对啊 对啊 我就想说出来先买东西好了 我吓到了就是 好可怕哦 而且是先上下了 真的哦 对 等一下 警报 好有人说呢 今天地震终于有收到这个警报了 有人说四月份的每次地震特报都是我 真的很不巧 从0403跟这个0423 到了今天 哎 刚好地震呢 都是有支援到承报的 好 今天的凌晨地震呢 当然震醒了不少民众 那么气象署呢 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復也表示 在凌晨2点21分 以及2点49分 分别发生瑞士规模6.1 还有5.8的地震 镇央都还是位在花莲 不过镇央北移 那沿派呢 这两起的这个地震呢 还是0403花莲地震的余震序列 在今天4月27日 凌晨2点21分 在花莲县政府北北东方 位置大概在23公里的一个位置 发生一个规模6.1的地震 这个地震深度24.9公里 那这个地震因为比较靠近我们的北边 所以除了在 除了在正江附近 包含像花莲的太鲁阁 花莲市 还有比较靠近台中的台中梨山 这些都有到市级的一个阵度 包含我们的桃园三光 还有我们的新北市也有到市级 那人口的密集的都会区 像新北桃园市台中市 都有达到三级的一个阵度 接下来在2点49分 也是大概在花莲县政府 北北东方 约29.9公里的位置 这个位置更接近我们北部的都会区的一个位置 发生一个规模5.8的地震 这个地震的深度 又比2点21分的再前一点 到18.9公里 那因为它的规模稍小 所以在只有在正江附近 包含像宜蘭的和平 还有一些山区 它有达到四级 其他大部分的区域像北部的北北基 这边大概北北基桃都达到三级的一个阵度 那这两次地震 中央气象署在第一个地震2点21分 针对了包含花莲宜蘭等13个县市 发布了国家级警报 那第二个5.8的一个地震 我们针对花莲宜蘭发布了国家级警报 根据这个地震所发生的一个位置 还有它的一个深度来看 我们研判这个地震仍然是 这两个地震或是它后续相关的地震的一个区列 都是0403花莲地震的一个余震区列 那因为这个地震是一个 0403的地震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一个地震 它的一个地震区列会做一个硬力调整 所以在4月23号凌晨 花莲比较靠近岩寮 基其地震发生规模6.0 6.3的余震序列 以后现在又调到北边这边来做一个能量的释放 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到4月3号的地震到现在 总共有1300个余震包含主震 其中规模6到7的总共有5个 然后5到6的总共有62个 我们提醒民众这个地震事件 就是4月3号花莲地震事件 还是在持续当中 虽然它的个数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拉长 会慢慢慢慢缩小或是减少 但是较大规模的一个余震 还是会零星的出现 然后在零星出现以后会再带出一小群 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余震出现 然后再慢慢慢慢在地检 所以我们提醒民众 因为近期封面影响台湾 其实各个地方的土石 还有一些不是那么牢靠 在山区用路还是要注意相关的安全 余震或是台湾的地震 还是会陆续在发生 所以提醒民众 还是要注意相关的一个防震准备 那至于这两个地震 为什么在台北这一边或新北这一边 都会去感觉特别的一个摇晃 一样因为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间也一样在凌晨 所以晚上被警察讯相对是安静的 而且这两个地震是比较靠近 我们北部的一个都会区的一个状况 盆地效应加上大楼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的感觉是特别的一个明显 摇晃的程度也是相当有感的 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我们子萍呢现在已经打开了 这个标题就是427强震最新 好凌晨2点开始呢连九震 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这个地震的一个状况 那么刚刚听到了这个策报中心主任有讲到 其实从0403呢到今天的早上6点为止 余震已经有1309起了 好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1309起 那么当中呢在瑞士规模6到7之间的就有5个 好而且呢余震还会继续发生哦 那么在这个未来的三个月之内 都还是可能会震不停 好提醒大家 好欢迎大家如果你在我们主频收看的话 多多帮我们转到子频道 中间新闻的子频好 继续来跟我们聊新闻来互动 好今天从凌晨2点开始 连续发生了9起的有感地震 云林县长张立善的脸书在上面就有发文 他说县府正在透过灾防通报来掌握各区的讯息 也希望县民朋友们要多多注意安全 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呢 还有桃园市长张善震 新北市长后裔也发出了讯息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小心 好除了的这个地震当下 三个这个趴下掩护稳住之外呢 好如果说你在周末期间真的要到山区的话 真的就尽量不要去了 因为余震加上下雨的关系 可能会有一些落石摊坊的情况哦 好那在今天凌晨发生的这个瑞士规模6.1的强震 也造成很多人都是被惊醒的 那么包括很多艺人就发文了 好包括余美人 他就po出家中水晶灯在不断摇晃的影片 他说哎幸好这一次是有收到国家警报的 也祝国人一切平安 另外艺人唐从盛呢 说睡在29楼 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起床穿好衣服 那接着躺下来继续睡 还有呢是这个艺人Gino 他就po出了一个电视的画面 当时他应该是在看剧 那么只见呢 这个荧幕上面的字幕是显示 只是个小地震 他觉得十分的巧合 好看到有地震果然就真的震起来了 是不是家里也出现有这个4D效果呢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